好好 我抢功劳是吧 第十八集 书接上文 可是下一刻 灵蛇缠身攻身法使出 再加上景前辈拦住了一部分 桑莫渊这一件最终没有得逞 其实就算没有景前辈的阻拦 这一件苏晨亦是能够躲过 灵蛇缠身攻和行云步两套身法招式 再加上自己如今已入无凭血意境 还有运气者 轻易两条提升身法实力的天命 现如今 无凭血意境的舞者 不可能让自己遭遇性命之忧 这次出手 苏晨反倒是把桑莫渊看得更清楚 无品中尽的实力 身法和功法招式 虽算得上年轻一辈的顶级 但在苏晨这里 还算不得自己没法应对的存在 看起来 自己愈发有可能对他们出手 不远处 看到这一幕的五蓝山庄长老蓝卧 快速上前 将桑莫渊拦在他的身后 蓝卧的脸上满是歉意 他在五蓝山庄 历来就是主张平和的 五蓝山庄此次派他前来 也就是为了避免惹事 结果桑莫渊和君寒两人 完全没有和他招呼的情况下 直接向苏晨出手袭杀 与此同时 作为此次悬音大会的筹办方 这算是在打他们的脸 明晃晃地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直接对其他宗门的弟子出手 无论如何 这都是不给天一楼脸面 不给天一楼脸面就算了 实际上 更是连应奴前辈的脸面也不顾 片刻间 天一楼楼主 已经站在了苏晨身前 他的脸色难看 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五蓝山庄的年轻人 敢这般大胆 他还收了朱明公的好处 帮忙注意些 现在他这个天一楼楼主 不禁脸面有损 还不知道该怎么和朱明公 那边交代 不等他说话 一旁五蓝山庄的蓝卧 已经开口 山庄弟子任性妄为 差点惹了大祸 还请诸位看在山庄庄主的颜面上 别和山庄小辈一般见识 回去之后 山庄必定严惩 蓝卧的态度很诚恳 说这话时 还比较严厉地看了看桑莫渊和君寒 只是这话里的意思 哪有什么实质性的惩罚 回去之后 他们五蓝山庄严惩 他们一家人 在严惩能严到什么程度 出手想要别人的性命 带回去严惩就想了事 黄前辈脸上面露冷意 看着五蓝山庄的几人 面对这般质问 桑莫渊却依旧满脸笑意 怎么 这位前辈 是要动手给我些承接吗 来啊 我现在不就站在这里 想出手 直接就可以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桑莫渊就这般说得直接 这么多人 就这般对了过去 黄前辈无论怎么说 至少是画镜强者 而且还是 朱明公这样顶尖的画镜强者 被桑莫渊这样的小辈回对 原本火器还能压住 文言瞬间就提了起来 好 你都这样说了 那我就真的出手试试 话音落下间 黄前辈正想出手 但此刻出手 其实对朱明公还更不利 五蓝山庄的长老蓝卧 就在那里 黄前辈这般出手 怎么还伤得到桑莫渊 之前朱明公还站立 桑莫渊突然偷袭 在悬婴大会期间 对苏晨出手 可要是黄前辈还手 对桑莫渊没什么影响就算了 连礼都丢了 朱明公画镜强者 对五蓝山庄的弟子出手 听起来只会更恶劣 自己后面的计划 也会遇到些阻碍 见此 苏晨连忙上前阻止黄前辈 真要出手 偷袭 一击截杀桑莫渊还差不多 眼看这个事情 闹得有些止不住 沉稳看着的映奴前辈 踏空上前 挥手间把众人隔开 大会期间 在有罔顾规矩的 所属宗门三十年内 禁止参加悬婴大会 听明白了 就各自回去 映奴前辈话音落下 景前辈 似乎还很是不服 前辈 我们朱明公遭遇袭杀 却遭到相同的警告 难道他们一点代价 也用付出吗 他们之前所做 没有丝毫的成见 如果映奴前辈 不给到成见 那我们朱明公的年轻人 自然也当有一次 偷袭他们的机会 万事要一个理字 就算是德高望重的映奴前辈 也得给个理 映奴前辈眉头微皱 他明显对这些事情 不感兴趣 不想掺和 反倒是桑莫渊 非常的自信 莫问题 给他们一次偷袭的机会 只要他们敢对我出手 那就来 桑莫渊刚刚出手时 警前辈为了避免伤到他 都选择了收手 这般举动 自然也让桑莫渊 更是自信 连朱明公的画镜强者 都不敢对他动手 年轻一辈敢吗 一旁的五蓝山 庄长老蓝卧 皱眉瞪了桑莫渊一眼 明显对于他的说法不满意 想要让他低调 不要再招惹 对方看起来是不敢怎样 但万一呢 见桑莫渊都这样说 应奴前辈也不去争理 随之看向苏承众人 你们年轻一辈的人 亦是可以去袭击五蓝山庄的那名弟子一次 但就一次 后面 谁在对悬应大会上的弟子出手 不管你们有什么恩怨 老奴都会持缘使用插手 说吧 应奴前辈也重新做了回去 他的脸上 依旧和最初一般 很是淡漠 听到这个安排 桑莫渊面带笑意 对于这个情况 毫不在意 周围 开始有很多调侃的话语 不断冒出 要是我 这口气 肯定咽不下去 非要这桑莫渊吃些苦头 说话的人面带笑意 他是酒火动的弟子 是桑莫渊的好友 这话说是让桑莫渊吃苦头 实际上 却是在调侃苏承 他眼里 苏承不可能敢对桑莫渊出手 别说在这里 就是其他更好的机会 也不可能 说得对 一定找机会 做这小子一顿 一天天的 狂得不行 抢了我三壶酒 至今不还 周围 好些和桑莫渊 有些交情的大宗门弟子 都站出来 说些调侃之言 大家都不是傻子 谁不知道他们话中的意思 全是在调侃苏承 桑莫渊听到众人这些话 脸上一时多了些笑意 你们这些魂球 要是我真被他伤到了 必定要让你们负责 一群人嘻嘻哈哈的 好像这件事就翻篇了 朱明宫这边 景前辈和黄前辈 都出言劝慰着苏承 没有受伤 该忍耐的 也都已经忍耐过去了 这件事就暂且搁置 黄前辈之前生气 现在都缓过神来 开始让苏承不要冲动 桑莫渊不只是樊成燕的弟子 不只是五蓝山庄 核心弟子这一个身份 这也是他们俩 劝苏承不要冲动的原因 在景前辈黄前辈这里 他们也以为苏承在朱明宫 只是求一个保护 求一个安稳 他们从没有想过 苏承心里想的是报复回去 东躲西藏一辈子 苏承从没有这个想法 这个打算 面对几位前辈的劝诫 苏承点头印下 没有任何争执 相关计划 自己清楚就是 自己不是 也能袭击他们一次吗 那正好 这场风波暂时停下 第二阶段的考验正式开始 因为这事 周围众人对苏承的关注 好像更多了 朱明宫这边 明瑶要他们几个 也在小声讨论 不知道苏承和五蓝山庄的桑莫渊 到底有什么矛盾 对方竟然直接想要置苏承于死地 苏承一时听到周围人说的一些言语 和桑莫渊有这般死仇 一辈子都躲着藏着吧 只要敢冒头 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 所有人都在说苏承会遇到多少危险 多少麻烦 似乎没有人觉得 桑莫渊会遇到危险 就算有人说了一句贬义之言 说狗急了也会跳墙 但很快就有人反驳他 什么狗能跳过十丈高的墙 再急 也不过就是急了一下 在这些讨论之中 苏承已经和其他人一道 走向了河道 第二阶段的考验 体魄 每人选择一个沙坑 踏入其中 河窗宽阔 第二阶段有只剩两百人了 场地绝对够用 苏承随意选了一个沙坑进去 众人各自就位 等待着考验的开始 时宜间 沙坑四周的沙子 开始向中间陷落 每个人都开始被沙子淹没 最后淹没至胸口 松软的沙子 轻轻松松就能将之扬起的沙子 此刻却把众人全给禁锢 片刻间 这些沙子开始向中间汇聚 原本这些沙子 还算是松软的 此刻开始变得紧实 苏承更是感觉清晰 深周的沙子 好像想要把自己挤碎 不停地往中间压 中间挤 顷刻间 已经有人开始满脸发红 反应快的 立刻运转实力相抗衡 这是考验体魄的一关 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 实力不行 体魄不够 就是撑不过去 这场考验 应如前辈那边不会留守 该上强度时 肯定会狠狠地上强度 毕竟众人的双手都能动 也能说话 承受不住了 自己认输 自己放弃就是 苏承修行玄天道心诀 以这套圣人之法 锤炼根基 在场这么多的天骄 苏承亦是有自信 自己的体魄 绝对不会比其他人差 沙子聚集得越来越紧 半刻钟左右 已经有人放弃 这些沙子此刻的威力 大洲的普通武者 恐怕身体都会被绞碎 有些承受不住的弟子 甚至痛得叫出声 声音还很凄厉 不少有实力天赋的弟子 已经在试着 从沙坑逃出来 苏承也是尝试了一下 但是只要向上用力而行 深周的沙子 就瞬间变作流沙 根本不给众人借力的条件 并且这些流沙 还不停地把人往下带 很明显 这时应奴前辈 还不允许众人离开 只有这些沙子的压迫力 到达一定程度之后 才能有离开的机会 苏承将自身的坚韧步驱 词条关闭 就以自身体魄实力 去硬抗这沙子的压迫 玄天道心觉锤炼的体魄 也着实刚毅 周围难以抵御的弟子 越来越多 但是苏承感觉自己 并没有太大的压力 仍旧能比较轻易承受住 一刻钟左右 沙子的压制 似乎到达了极限 很多人称到了极限 可称是称到了 能再坚持多久吗 200人前来参加这个体魄考验 已经有30余人主动放弃 悬音大会的第二阶段 比第一阶段的压力难了太多 难怪要把体魄摆在后面 摆在第一阶段 很可能主动放弃的 会超过百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 着实有些难看 悬音大会 毕竟是晋国的顶尖年轻舞者 这么多人主动放弃 传出去的话 特别是楚国 肯定会狠狠地嘲讽晋国 不多时 苏晨察觉到身下的沙子 已经不会像之前那般 形成流沙 这算是明示 告诉众人 可以试着从里面出来了 见此 苏晨一时开始使出气力 在第一阶段的考验后 再加上桑莫渊突然偷袭苏晨 很多人不自觉地 都会看看苏晨的情况 此刻瞧见 苏晨在试着离开沙坑 其他人也学着开始 明瑶要他们 风雨楼的众人 特别是那位徐俊年 更是不想落后于苏晨 这第二阶段 肯定就有很多大宗门的弟子 没法进入前五十位 竞争压力 也会变得大很多很多 几次尝试之下 苏晨已经找到了技巧 这些流沙的压制 只有试着撞破一次 他们重新汇聚 又要好一会儿 这段时间里 已经完全足够从中越出 找到了技巧 苏晨却没有去争夺排位 自己还有更深一层的计划 针对桑莫渊的计划 让他不要太过于警惕 反倒是自己现在最应该做的 很快 各大宗门的顶尖弟子 开始沙坑中出来 苏晨数着位次 最后在第48位 从沙坑里面走了出来 看到这个结果时 好些人的脸色更难看了 只是没有第一阶段时 那种惊讶 天风谷的人 任修摇他们 只是扫了龙家几人一眼 各种贬低苏晨 然后苏晨的表现 一如既往的优异 这可是前五十位啊 天风谷的他们 能不能坚持住 不放弃都难说 再回想起 当初天风谷的流沙堡地历练 苏晨当初 能够拿下到第一 直接把任修摇 和萧綦英压下去 似乎都在情理当中了 很正常 反倒是那时候 若是他们赢了苏晨 现在在看到苏晨的成绩 心里会更感到奇怪 人群后面 傅建云已经想要离开 只是孙雪荣还拉着他 让他留下再看看 悬音大会三年一次并不常见 里面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 只是傅建云看到苏晨的成绩 心里难受无比 实在是憋不住 孙雪荣在这边 还在出言劝着 让傅建云再看看 再等等 现在都只是基础的考验 并非实战交手 不是舞者的真本事 舞者这种表面实力 看起来再好 实战展现不出来 那意识不行 傅建云听到这些时 心里犹豫了好久 最终还是选择了停留 只是他带着孙雪荣 走到了人群更后面 曾经的大洲第一天交 今日他却有些不敢 让苏晨看到他 有一瞬间 傅建云甚至想要 回到的大洲去 晋国没有他想象中的好 没人会惯着他 没人会哄着他 顾念他的各种想法 在这里 他就是一名中等弟子 说他中等片上 都有些夸赞之意 到达晋国之后 他傅建云 并没有像预想中的那样 快速晋升 压力是有 但压力来了 并不代表 他就直接就能成长提升 反倒是这种压力 更要把他给压垮 此刻 苏晨已经再次 站到朱明公众人的身边 随行的侍从们 上前帮着胆掉身上残留的沙子 周围的其他人 都忍不住多看了苏晨几眼 包括朱明公随行的前辈 弟子 众人一直都以为 宫中高层对苏晨的态度 只是看中苏晨在丹药上天赋 可眼前看起来 这五道天赋 比起好些人 亦是还要优秀 朱明公这边 陆家和另一名弟子 都没有闯进前五十位 风雨楼那边 亦是只有徐俊年一人 得到了直接晋级第三阶段的资格 明瑶瑶原本对苏晨的刻板印象 也在此刻有了些改观 这场体魄考验 他亦是在沙坑中仔细感受过 其中难度 明瑶瑶清楚明白 可苏晨 竟然能够在前五十位 从沙坑中出来 这般天赋 似乎已经有和他相配的资格了 迟一间明瑶瑶回过头 看向徐俊年 自己这位三师兄 这次悬音大会的表现 让他心里很不满意 他以前还只是若即若离 现在更冷漠了 即便是对上了明瑶瑶的目光 其中依旧满是冷漠 这般状态下 明瑶瑶对于陈俊年 愈发失望 这场考验持续了一个时辰 最后从沙坑里出来的人 只有96人 考验中止的原因 是放弃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再等下去 通过这场考验的 可能都没有150人了 体魄考验后 便是接下来的五道比试 绝出剩下的50人 这一场交手 人数少了一大半 可是耗费的时间反而更多 此次交手 开始有很多大宗门的弟子碰面 双方实力都数上成 差距不大 较量起来耗费的时间 就会明显增加 苏晨看着众人的交手 实际上 更多的余力 是在注意桑莫渊 之前赢了傅剑云的那名弟子 尤犬 他其实运气还不错 对手是一个普通宗门的弟子 名叫吕克锤 可即便是普通宗门的弟子 尤犬也输了 吕克锤的实力 还要在他之上 这个结果 看得傅剑云心头沉闷 他安慰自己说 这个尤犬很厉害 小宗门也会出天交 可是这个他以为的天交弟子 现在遇到另一名弟子 就这么输了 没有太多的纠结 就是被压制住 非常正常合理的输了 今日的比试 一直持续到了子时才结束 大宗门弟子出手 能够明显感觉到 其实力的差距 身法昭示的精妙程度 意识超出很多 结束后 苏晨和众人一道 回到玉川客栈 明日是休息日 后日才是第三阶段的最终比试 体魄考验之中 众人都耗费了太多太多的精力体力 给到一日的时间恢复 其实也很合理 休息的这一日 苏晨所住的厢房 被四名化镜强者严防着 自桑莫渊对苏晨突然袭击之后 众人心里都知道 苏晨和桑莫渊师徒的仇 已经到了身允命绝的程度 稍一不注意 就会有危险相随 桑莫渊师承樊成艳 其性子跟着这个樊霸道学了不少 这次悬阴大会 还有应奴前辈给到了决断 但这个悬阴大会之后 桑莫渊仍就会随时威胁苏晨的安全 他们现在能做的 也就是尽可能地护着苏晨 等回朱明宫后 就安全多了 玉川客栈的南边客房 武兰山庄的众人住在这边 这个第二阶段的结果 武兰山庄还算不错 只有一人没有进入前五十 但最后比试也又赢下了规则 兰沃在回到客栈之后 又一次给桑莫渊强调 应奴前辈已经发话 给了武兰山庄脸面 再在悬阴大会上动手 武兰山庄真的会被近几十年 悬阴大会的参赛资格 应奴前辈无门无派 无主无后 他已经算是宽恕 算给我们脸面 再不守规矩 他定下的事情 没人能去说情 兰沃给桑莫渊强调之后 也就直接离开了 他说 应奴前辈无主无后 无门无派 也是在告诉桑莫渊 这样的强者 他和他师尊再霸道 也威胁不到别人 想要威胁应奴前辈 就只能对他本人出手 但这个实力上 樊承燕都还不够格 更别说他 桑莫渊没有回应兰沃的话 他在这个兰长老面前 仍旧有些高高在上的感觉 毕竟他的身份不俗 天赋潜力不俗 还有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 师尊樊承燕 拦握那种稀释宁人的态度 桑莫渊有些看不起 桑师弟 你不是说这个苏臣 是南边那个周国的舞者吗 怎么这次悬音大会的表现 竟有如此 闻言 桑莫渊一时皱了皱 应该是他走了些好运 遇到些不得了的传承 这人似乎总有好运势 嘴上这样说道 但心里 桑莫渊却是完全不一样的猜测 他感觉 苏臣今日的本事 很可能是从 静波仙人那些传承里拿到的 只不过和君寒言谈时 桑莫渊藏了一下 君寒是他教好的师兄 但不是同一名师尊麾下 这种情况 他还是没有把 所知全部说出来 既然知道这些 对于这种人 就应该早点出手解决 我最讨厌这些运气好的 好了那么久 也该给他们一点霉运 君寒倾笑一声 算是支持桑莫渊 彻底解决苏臣 闻言 桑莫渊却是眉头微皱 也是赶了巧 师尊这次偏就是没有来 他身边那么多人护着 我们这些晚辈 很难从化进强者手中灭掉他 说来 这应该也算是他的运气 君寒听到这话 却摇了摇头 朱明宫的人 肯定是打听到了 反掌老没来 才会让苏臣在人前展露 反掌老若是来了 他直接都不会现身 这个悬音大会 直接弃拳就是 桑莫渊听着 也觉得很有道理 这次没有解决他 那就只有再好好想想解决之法 至少现在 知道了这个苏臣在朱明宫 反正主动权在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出手 都有我们 薪酬救援 一并找朱明宫坛 君寒所言 也正是桑莫渊心头所想 一切主动权 都在他们手上 他桑莫渊 甚至不需要主动出击 只要等待 看什么时候 再碰到苏臣 那时出手也无妨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但苏臣却需要 时时刻刻警惕 担惊受怕 说不定 还可以借着这些 威胁苏臣 交出从静波仙人 那里取来的宝物 这师兄俩很是自信 殊不知 苏臣心里早就在盘算着 如何对他们下手了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两次考验下 苏臣的表现 都算是极好 但都没有展示出 自己真实的武道实力 桑莫渊他们 自是不知道 自己的实力 究竟在什么层次 这也是自己突袭刺杀的关键 出其不意 反直觉的刺杀 才是成功的关键要素 中间休息的这一日 有些人似乎很有余力 还在外与旁人交手过招 苏臣反正是觉得 没有必要 除了能够吸引一些关注 好像就不能带来什么好处了 休息日过去 今日就是第三阶段的交手了 原本三百多位年轻天骄 眼前就只剩下一百人了 或许前两次考验 也淘汰了一些有能力的舞者 但大致上 肯定是挑选出了 最为优秀的前一百位天才 苏臣最开始来此时 心头希望这个比试快些结束 不要磨叽 自己在比试结束之后 要去见秋若霜 虽说时间已经定在了九月 看起来时间还很充裕 但心头 好像还挺急切的 不过眼前多一件事 自己和阿娘小妹东躲西藏 时刻警惕危险 这种遭遇 自己要还给桑莫渊他们 要让她知道 往后也不能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 做事之前 首要就得考虑一下 自己的安全问题 比试的地点 仍旧是那片河床 早上晨时 周围已经站满了围观的知人 今日的舞蹈交手 肯定会持续时间更长更久 天一楼的堂主 出来讲述规则 以及最后的奖励 苏臣以前听他们讲述最后的奖励 是只有前三位 才有资格触碰原始印 前三十位 都能得到观摩的资格 可是今日这位堂主 却重新讲了一下规矩规则 前十五位 都能够得到机会触碰原始印 前三十五位 可以前往观摩获取感悟 后面的排位 亦是有些物品上的奖励 只是没有了和原始印接触的机会 原始印这种顶尖的天地宝物 连三品皈翼强者 都甘愿成为他之奴 年轻舞者观摩 肯定会有收获 甚至能给实力境界的晋升 带去明显的提升 另外 比试规则也有些区别 参加这次比试的弟子 需要抓鸠来进行排序 一到一百位的排序 抓到什么就是什么 抓鸠之后 从一百位开始 可以选择前面的对手挑战 赢下前面的人 两人的排序 直接替换 说的简单些 一百位 那名年轻舞者 赢了排位第一的 那这个第一人 直接就一主了 一百人抓鸠 耗费不了多久的时间 抓鸠结束后 每人把自己的排位次序抱上去 而这上报次序之时 苏晨的目光 不时看向桑莫渊 自己和他的结仇 现在已经人尽皆知 要是自己一直 不去关注他 反倒是更奇怪了些 对他仇恨 注意自己的仇人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周围那些 和桑莫渊交好的弟子 也是注意到了苏晨的眼神 这些人 又是脸上带着嬉笑 向着苏晨这边 走了几步 悬婴大会 可就只剩着最后一个阶段了 还不抓紧机会 直接揍他 一人说完 旁边又一人跟着接话 怕什么 心中有气 一定要找机会 释放掉呀 你看那桑莫渊 他可就是一点 也没有把你当回事 受这种气 我肯定憋不住 把命丢掉我 也要给他两掌 心里憋着气 对修行 可是也有影响的 去 弄他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 引得周围 不少人都在笑 桑莫渊 这个当事人 也笑 朱明公这边 几位前辈 都把苏晨护在身后 别去听他们这些胡言乱语 扰了自己的心性 接下来的五道比试 就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心性受影响 会严重拉低你的实力 井前辈出言提醒苏晨 苏晨自然是点了点头 没有去争执 而黄前辈 则是去责骂这些人 和他们起了一些争执 此时此刻 除了苏晨自己之外 谁也不知道 苏晨的计划部署 武兰山庄那边 这次只来了一个画镜强者 兰卧 桑莫渊似乎和他不太亲近 和兰卧相隔有些远 倒是和他的师兄君寒靠近 心中的筹划越来越清晰 这个君寒 刚刚配合桑莫渊 对自己出手 要自己的幸免 仅此 对他顺道出手 对他来说已经不冤 接下来的出手 力求出其不易 第三阶段 还有一场五道比试 都在养精蓄锐 没人会猜到 自己会在这个时候出手 五条天命激活 苏晨没有使用 银月神诀这种短时间 提升实力的功法 虽有效 但反噬会让自己的状态 展现出异况 让他们警惕 还有 这些反噬会影响 接下来的五道比试 苏晨不仅仅是要偷袭成功 还要后面的五道比试 拿到一个好成绩 合床中央 天一楼的堂主 正在宣读众人的排序 苏晨到了十三的排序 是一个很靠前的序号 继续往下读 四十四位 当提到桑莫渊时 疏忽之间 苏晨手中绝品长刀已现 刀灵天命之下 手中长刀之微暴涨 太削刀士 这是九削刀士之中 威力最为庞大的一招 深周气息都像是被抽空 全部汇聚于这一刀之上 无凭血异境的实力 亦是在此刻竞数斩路 没有丝毫的保留 在旁人眼里 苏晨绝对不敢对桑莫渊出手 桑莫渊的父亲母亲都身份不凡 他师尊又是那霸道无比的樊承燕 对他出手 那等来的就是狂风暴雨般的报复 而且以樊承燕的性格 这份报复还会不管不顾 在整个晋国横冲直撞 趋于癫狂 可偏偏苏晨就是出手 就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出手了 自己可以受气 自己可以过得不好 但这桑莫渊 这樊承燕 他们不止针对自己 还针对自己家人 那自己必然要还击 要让他们知道痛 知道难受 刀势劈斩而来 此刻的桑莫渊和君寒才 回过神来 作为桑莫渊的师兄 君寒更没有想到 苏晨出手之时 也不在乎会不会伤到他 就这么直接出手 他以为 苏晨就算敢对桑莫渊出手 也不敢对他君寒出手 不怕又多结一个仇吗 可放在苏晨这里 真的完全无所谓的 因为本就已经是仇人 就像前日 自己和他完全不相识 他便帮着桑莫渊 想要夺自己的性命 那还有什么结仇不结仇的 避开他 他就不会对自己出手了 刀势汹涌 如虎张血口 如龙辉利爪 太霄刀势这一招 要义便是猛 凶 之前在那冥影战场时 苏晨对桑莫渊出手 意识用出的这一招 当时的苏晨 刀灵天命还没有晋升 自身实力境界 意识离无品 还有好一段距离 今日这一刀 比当时还要强悍一倍有余 突然的袭击 并且还是在他们分心的情况下 刀势已尽 桑莫渊和君寒才反应过来 深周的华晋强者 亦是在此刻回神 这些顶尖强者都愣了一下 他们应该也没有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苏晨出手 可能都觉得自己看错了 桑莫渊手中直剑 君寒持长枪抵挡 仓促应对 自然不会像平常那般 苏晨这一刀越是靠近 桑莫渊和君寒 也是越清晰感受到 这一刀汹涌威压 脸上不自觉地显出一抹凝重 哪还有 之前的自信轻松 长刀劈斩而下 两人同时喷出一口鲜血 若非君寒协助抵挡 桑莫渊在这一招之下 定然会受重伤 即便他身着顶尖品质的内甲 也要躺上个一年半载 但这一次 有君寒分担 两人虽受伤 但也不会是重伤那种程度 一刀使出后 苏晨迅速抽刀离开 就一招 干净利落 不管成与不成 都只有这一招 周围的画镜强者已经靠近 本来也没有机会 使出这下一招 整个过程电光火石 就这般一闪而过 好些围观的人 实力不济 说不定会以为这是幻觉 是自己看错了 此刻 苏晨已经站在了 锦前辈和黄前辈的身侧 两人的兵器已经拿出来 严阵以待 以防止出现的 非常严重的事情 五蓝山庄那边 蓝卧已经在看 桑莫渊和君寒的伤势 同行的一些五蓝山庄护卫 甚至朝着朱明公这边兵刃相对 面露凶色 但除了他们 深周其他宗门 并没有人去站在他们这侧 都只是看热闹那般 看着 这两个宗门闹成什么样子 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只是心里面有些意外 意外苏晨 真的敢对他们还手 和桑莫渊交好的那些弟子 他们脸上的表情 亦是可以用惊恶来形容 他们虽然与桑莫渊的关系不错 但他们的宗门 亦是没有帮忙的意思 眼前的局势明显已经非常严重了 是博命的危局 宗门要怎么选择 他们很多人都没有资格决定 这些之前调侃打去苏晨的人 在想想之前自己说的那些话 满满的打脸之感 什么 是我 我肯定要揍他 我才忍不了这种气 一句句调侃 打去 戏血 可事实上 苏晨还真就是敢出手 不去憋着自己 而他们 敢吗 桑莫渊和君寒两人 一人扶下一枚丹药 以缓解身上之伤 等稍稍缓过来 桑莫渊的脸上 表情愈发争鸣 我要杀了他 杀了他 手中提着剑 桑莫渊就想再度冲出去 看起来他受了伤 但是这伤不够重 竟然还能在那里大喊大叫 下一刻 应奴前辈却直接拦在武栏山庄众人身前 老奴该说的忠告 之前已经给诸位严明 给诸明宫一次袭击的机会 亦是你们自行阴郁 悬阴大会之中 若是出手 那就别怪老奴偏袒 应奴前辈甩下一番话 又重新做了回去 武栏山庄的众人 回想起之前的狂妄 现在是完全拿不出话来说 他们根本就没有预料到 苏晨是真敢借此机会偷袭 生气的桑莫渊 好像气的模样都有些变样 嘴里低声嘶吼 说这些狠话 等比试结束 你会感受到的 不只要你死 还要你死的绝望 各种咒骂 威胁 一句一句地冒出来 苏晨对于这些 倒是毫不在意 还带着些坦然 就这么看着他 他之前对待自己的时候 已经就是如此了 自己对他出手 竟然完全没有变化 那还有什么可担忧的 这场突然的风波过去 第三阶段的比试 还要继续 一个又一个名字爆出 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排序 苏晨看了一下 这个抓揪 好像也是有差别的 前五十位的弟子 所拿到的序号 都在前五十位 后面五十位的 所拿序号也在后面 河床边缘 众人按照次序排列而战 苏晨所占的位置 比较考前 十三位 接下来就是正式的比试了 从第一百位开始 每个人都有一次 腰战的机会 排在前面的人 只会受到两次挑战 无论输赢 都算完全站稳 不能再被其他人所挑战 此刻 排在第一百的那名弟子 已经开始筛选对手 他抓到了一百位的序号 可不代表他的实力 排在一百位 他的宗门在确定 他是一百位时 早已经给到推荐了挑战之人 原本苏晨这个排在十三位的 是很多宗门都盯上的香波波 但是经历刚刚那些事情后 不少人都放弃了 苏晨能够在前面两个阶段的考验中 表现优异 不是意外 每个人的挑战机会 只有一次 必须要好好选择位置 第一百位的弟子 要是选择太过靠前 就算是赢了 很快也会被其他人不下去 最后 他选择了55位 也赢下了对手 这个排位 不是特别吸引其他人的注意 真正有本事的 肯定是往前35位而去 他们这些实力不够顶尖的 很有自知之明 直接不争那些 只要能够拿到一个稍稍好些名次 多得些物品奖励就是 一个紧接着一个 很多人都没有拖打 直到87位的那名弟子 他直接挑战34名 并且最后得胜 这个名弟子的成绩 算是给到了其他人鼓励 开始有人逐步往前面挑战 苏晨这边 亦是等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对手 吕克锤 对于这个人 苏晨自然是不认识 也没有多少印象 但是傅建云对这个吕克锤 却是印象极深 之前的五道比试中 傅建云输给了尤全 而后 尤全又输给了吕克锤 傅建云在关注苏晨的同时 亦是也关注着这个吕克锤 他想要看看 能够把尤全 比下去的吕克锤 他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没有想到 吕克锤竟然和苏晨对上了 人群后方 傅建云和孙雪荣 找了一个位置 挤了进去 之前看到苏晨对桑莫渊的袭击 傅建云心头已经翻涌了好久 别说桑莫渊 就是其他随意大宗门的弟子 他现在都有些抬不起头 直视别人 可苏晨 却是直接对桑莫渊下死守 想要桑莫渊死 并且刚刚那一招 他瞧着也有些胆寒 孙雪荣又在旁边说了些奇奇怪怪的话 什么偷袭不代表真实实力 当面的话 苏晨连刀都拔不出来 对于这些话 傅建云只是听了听 他已经免疫了 河床中央 苏晨和吕克锤的比试 马上就要开始 对于这个比试 期待的人还有些多 刚刚的出手 让很多人对苏晨 更多了些好奇 并且也正如孙雪荣所言 刚刚毕竟是偷袭 对于真实实力 没有代表性 朱明宫这边 明瑶要他们 风雨楼的众人 亦是看得认真 这是苏晨在他们面前 第一次展露实战之力 河床之上 两人出手 能够走到这一步的舞者 肯定都是有实力的 未来 亦是晋国的中流砥柱 可是这个吕克锤 在苏晨面前 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能力 狼削刀士使出 手中长刀带着些诡诀 几乎没有太多的纠缠 吕克锤在狼削刀士面前 招架得很困难 半刻钟左右 吕克锤便开口了 多谢兄台留守 我认输 手中长剑反握 开口间 亦是向拱手示意 能够走到这一步 谁都不傻 苏晨对他的留守 吕克锤亦是看得出来 没有让他吃些苦头 他确实应该 要表达自己的胆计 两人的差距明显 即便是舞蹈上造诣不深 应该也能瞧得出来 吕克锤基本上 没有给苏晨带去什么压力 两人的交手 还不到一刻钟就结束 而这场比试 也让众人看到了 苏晨的真实实力 五蓝山庄的那边 不少人看到这一幕 都愣了一下 面面相去 如果是这样的天赋潜力 那未来 苏晨若真成长起来 对桑莫渊他们 绝对影响颇深 桑莫渊一时愣了一下 随之脸上的狠意更浓 和吕克锤交手时 苏晨所使出的狼销刀势 他这个五蓝山庄的天才 都有些瞧不明白 把自己带入到吕克锤的位置 一时间都很难想到 绝佳的应对法 而傅剑云 此刻整个人脸色铁青 苏晨不仅赢了 并且还赢得很轻松 吕克锤 这个赢下了尤全的人 就这么输在了苏晨手里 想想自己和尤全交手时 那种压力 无论是身法 还是武道招式 这两项 他都有些被尤全压制 连尤全都赢不了 更不用说吕克锤 更不用说苏晨 一瞬间 傅剑云笑了笑 一边笑 一边摇头 不管不顾地推开人群 发疯似的 往远处跑去 孙雪荣见此 连忙纵身追了上去 这举动弄得还不小 只是没人注意他们俩师徒 在大洲 傅剑云是被追着捧着的天骄 他在的地方 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他的身上 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看他脸上每一个微表情 但在这里 无人在意 不过是一个自以为是的雍才罢了 奔走不过无理路 孙雪荣毕竟实力境界超出那么多 此刻已经把傅剑云给拉住 剑云 傅剑云听到孙雪荣的声音 回过头 看向自己这位师尊 整个人的状态 好像很是符合失魂落魄这个词 其实我们早就 应该看出问题的争检 师尊你对他的判断 从来都是错的 自始至终 都是我们的傲慢 看清他 这一次 孙雪荣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了 苏晨的表现 连他都惊异无比 他其实很想说傅剑云 他才来晋国不久 还需要时间沉淀 可想了想 苏晨好像也到晋国没多久 并且 苏晨还要面对武兰山庄的危险威胁 可苏晨在这晋国 依旧能够和顶尖的天才相拼 玉盘窗外 和床上比试还在继续 天风谷的那些人 这一次算是彻彻底底看明白了 在苏晨面前 他们算些什么 在晋国 他们天风谷甚至可以说是 不配拥有姓名的小宗门 这种小宗门 一般来说 和大宗门的核心弟子 是说话的资格都没有的 龙云云一家 心中仅存的优越感 尽数被击溃 牧丹营 这个从天罡呈出来的人 曾经是可以攀上些关系的 现在 那些对苏晨还有质疑的 在看到苏晨和吕克锤的交手后 大家也都明白了 敢对桑莫渊动手的人 确实是有本事的 对于苏晨来说 也只需要再应对一次挑战 就能够彻底在十三位上站稳 当下的局势 对于苏晨来说 还比较有利 反倒是对于桑莫渊 他有些麻烦了 第三阶段的五道比试前 苏晨对桑莫渊和君寒的席次 众人都瞧见了 他们师兄弟受伤 既如此 那他们师兄弟就是软柿子啊 有软柿子干嘛不捏 偏要去撞那些硬石头 桑莫渊仕途虽然霸道 但总不能不准别人 在悬音大会里腰战吧 就算要记恨 那记恨的对象 也应该是苏晨 是苏晨把他们弄伤了 之前普通宗门的弟子 还有些忌惮 在轮到那些大宗门弟子后 他们可就不怎么顾虑了 桑莫渊排在44位 君寒排在32位 一些队走进前35位 没信心的弟子 直接腰战桑莫渊 而桑莫渊还没有出手 就直接脸色阴沉地认输了 这个结果更是在告诉众人 他和君寒不仅受伤 还连反抗的余力都没有 这样说或许也不太合适 换句弃和些的 他们两人现在不敢出手 出手引动伤势 给自己带去更大的麻烦 想要恢复会更难 在看到这些之后 君寒这个师兄 也立刻被人腰战 这对师兄弟 一个落到了61位 一个落到了60位 看到这个结果 不少人都再一次回过头 看向苏晨 什么不敢对桑莫渊出手 明明是抓着桑莫渊的核心敲打 刚刚的偷袭 就算是没有让两人受多大的伤 也会对后面的 五道比试带去影响 这是盘算好了的 要是之前冲动 没有沉住气 那就算是像今日这般 给桑莫渊带去了一些伤势 这些伤势 经过一两日的调养 或许又是另一种状况 不说恢复多少 但至少能够威慑到很多人 比试继续往前 针对桑莫渊和军寒输掉的两个位置 发生了不少的腰战 今日的比试 从那么早就开始 到了下午深室 也才进行到40位 相比起来 想要挑战苏晨的 反倒是没有了 越过32位之后 按照排位 该是徐俊年选择腰战的人了 而这位风雨楼年轻一辈的三师兄 徐俊年 他的目光 却不时地看向苏晨 眼神之中 却满是冷漠之意 明瑶瑶似乎是看出了徐俊年的想法 三师兄 朱明公和风雨楼里来交好 现在的朱明公高层 本来就有些 看不上他徐俊年 这次比试 他若是 还去找苏晨的茶 明瑶瑶能够预料到 徐俊年要是做这些事 公主 他爷爷 诸位长老们 肯定会对徐俊年 更是不满 实话实说 他亦是对徐俊年的这个表现 有些不满 事情有轻重 在一些重要的大事面前 怎么能够胡闹呢 或许这也是能看出 他对自己的在乎 但这个表现 明瑶瑶更不满意 听到这些话的徐俊年 仍旧选择了苏晨作为对手 只是站在河床上 徐俊年随之选择了认输 如此 算是直接给苏晨 保住了13位的名次 这个结果还算不错 至少朱明公和风雨楼的高层 都比较认可徐俊年的做法 后面的鄙视之中 苏晨没有和他们去争 直接选择了放弃 前十五位 已经都可以触碰 那神秘至宝原始印 其他的那些物品奖励 对于苏晨 和一众朱明公的人都无用 因为这些物品奖励 里面还有好多是丹药 丹药对于朱明公来说 意义不大 说不定把丹药拿回去 还会被朱明公的公主长老们嘲笑 又不是什么天才地宝所炼制的丹药 没有太多去争的意义 来参加这个悬音大会 苏晨还记得 姚公主当初和自己说时 根本都没提奖励 就说了可以去接触原始印 完全没有提单要什么的 后面的在网上 放弃挑战的人也就更多了 对印的名次 大家都满意了 此时 天色已经完全暗下 这个悬音大会的最后结果 也已经完全出来 排位在最前方的几人 年岁都接近三十五岁 实力境界都已是无凭血液圆满境 差一步走到化境 这等实力 在大洲的一些宗门 都能够出任长老了 偌大的晋国 确实天才如云如星 结果已出 今夜还要在玉川客栈住一夜 明日便是去见原始印 去拿应得的奖励 回玉川客栈的路上 朱明公和风雨楼 很多人看向苏晨时 那种神情都就不一样了 特别是风雨楼的人 他们那些陪着前来观摩鄙视的人 因为徐俊年和明瑶瑶的事情 之前对苏晨还很是轻视 但经过白天那些事之后 刻板印象消失了 苏晨心里有怨 那是真的就要出手报复呀 即便是桑莫渊是樊成燕 依旧敢出手 当时看到那一幕的人 谁都能看得出来 苏晨的出手不是威胁恫吓 是真想要桑莫渊的命 看起来比较低调谦虚 但这形势确实令人震惊 而苏晨这边则是借这个机会 询问了一下 晋国年轻一辈的情况 按理说 晋国应该也有三十岁 就踏入华晋的高手才对 怎么这个悬阴大会 没有见到一个 仅前辈知道苏晨是周国人 对于晋国的这些情况不了解 倒也正常 能够在三十岁左右 就踏入华晋的年轻人 放眼整个晋国 亦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本来就少 你们这个年轻段 不一定也有这般天骄出现 其二 有这般能力的天才 年岁稍小时 就会参加悬阴大会 并取得极好的成绩 待他们成长起来之时 已经看不起这年轻人的比试较量 世间的顶尖天才们 确实也没有人在三十余岁 还会来这悬阴大会 华晋强者前来 其他同辈在他们面前 都已经像是晚辈了 他们前来 夺魁基本上是必然的 苏晨文言 亦是忍不住点了点头 就像秋若霜 三十出头那会儿 已经是华晋强者 赶身入荒野 与天妖交战 让他来参加这悬阴大会 他来保护谁 倒是可以 一旁的皇前辈 也是笑了笑 跟着接话 我给你说个实在话吧 四十岁以前 就能步入华晋的舞者 放在我们大晋 那是绝对的珍珠宝玉 虽然同为华晋舞者 但他们的时间精力 可比我们重要多了 说的简单些 这样的顶尖天娇们 我们想要求着 见一面都难 想要和他们说说话 那更得问问自己凭什么 苏晨听到这话 比较认真地点了点头 心里面倒是带着一些窃喜 他们见不到 可不代表自己见不到 在九月 自己可就要去铜炉城 回想起初见之时 自己看邱若霜 他只是实力超然的 晋国强者 现如今到了晋国 越是越了解 反倒越是感觉到 他的优异 三品归一镜 更是一个 渴望不可触碰境界 但邱若霜 亦是踏入其中 休息一夜之后 今日便是去观摩 那传闻中的原始印 这个传闻中的天地之宝 能够让归一镜强者 甘愿为奴的宝物 对于苏晨而言 心里对此 亦是有些好奇 什么层次的宝物 能够让一个 归一镜的强者 为之臣服 武栏山庄的这边 这次是一个 观摩原始印的资格 都没有拿到 桑莫渊和君寒受伤 莫刘征这个小师妹 实力稍稍差了一段 没有太多收获的宗门 第二日拿着一些奖励 就离开了 不少对于麾下弟子 成绩不满意的宗门 什么东西都没有要 直接就带着众人离开了 此次观摩原始印 一共有35人 35名弟子 全都是大宗门的弟子 也倒是和大家的预想比较接近 顶尖的年轻舞者 几乎都被大宗门 给搜罗干净了 在服以充沛的资源 上等的功法 中小型的宗门 除非是遇到 天赋四仙神的后背 否则没有可能出头 35名弟子 再一次来到 比试的河床位置 而原本干涸的河床 已经陷落出一个巨大的坑 走入这坑洞之中 很快 头顶就被一层细纱给覆盖 能透过一些光照下来 但肯定看不清 这里面的情况 而在这坑洞的中央 一块手掌大的印章 被上涌的流沙托起 高高在上的皈依镜强者 此刻却伏地跪拜 印章看起来 呈现一种翠绿色 苏晨偏过头 去看刻字的那一面 原始印本体是一个印章 可上面却是什么字 都没有刻着有 低头 前程 印奴前辈站在众人面前 开始与众人说着 随后低声吟唱 也不知道他的说些什么 大概一刻钟左右 印奴前辈缓缓起身 站至四周 以心观之 苏晨和众人都很听劝 尽数站在周围 目光看向正中央的原始印 凝神观摩 疏忽之间 整个人的心境好像落空 陷入脚下的泥沙中 苏晨感觉自己 又落入了一片迷幻之中 和第一阶段的幻境 很是接近 不出意外 印奴前辈当时制造出的幻境 或许也与原始印有关 幻境之中 一条丝线飘荡而出 苏晨看向远处 这一条丝线 开始牵着自己 带着自己往远处而走 幻境意识随之变化 开始给苏晨讲解 从九品一步一步提升的要义 核心 眼前的幻境 好像真的给自己带来了 无尽的好处 幻境之中 一道很像自己的虚影 开始比划着 从九品炼体开始 随后八品炼精 每一个品级的核心 都从中展露而出 苏晨看得认真 从九品一路走到六品 五品 其中修行锤炼的关键 这些幻境虚影都给自己点了出来 可在苏晨这里 却是总觉得有些别扭 那一道道锤炼的核心点 总有些古怪 这种古怪说不出来 苏晨始终也没有将之钻住 不知多久 反正那虚影 已经将整个修行历练的核心点 演绎过了一片 其中 甚至包括传闻中二品 一品 得时机 可处之 睁眼向前 映奴前辈的声音再度响起 苏晨也从沉浸之中回过神来 排在前十五位的就是所谓的得时机 看着深周其他人也上前去触碰 稍稍迟疑 苏晨也一手接触 碰到的一刹那 眼前的织景竞数变化 再次落入幻境当中 这一次 眼前的幻境更为准确 看得更为清晰 苏晨之前一直觉得 这幻境有些古怪 就是看不清这古怪到底是何物 但此时 终于明白这些古怪来源于什么地方了 其中给自己带来的古怪 名曰 陈福 原始印虽然在提点 在指导 但他所散发而出的威压 一直在让苏晨沉浮于他 好似在告诉苏晨 想要获得提升 得到强大的实力 就必须屈服于他之下 在接触到这个原始印之后 苏晨更清楚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眼前的幻境 在构筑出一个美好的意境 顺从于他 就能触碰这抹美好 受益无数 只是苏晨对于这道沉浮之意 并不愿就此俯身跪地 当抵挡之意生疼 眼前的幻境也变了 周围这一道又一道的 惊悚之境现出 原来的清新气息 亦是在此刻变得浑浊 周围的虚影 亦是现出更多的情境 挥手披山的强者 自意于山巅逃树 做御神物的尊者 暴死于这些自己的坐骑提前 与此同时 还有一道意识 与自己言说 这闪过的一位又一位强者 乃是大陆之上 踏入山巅 瘫至高峰 这般世间强者 一人可改世间格局的圣人 却以这般折损 苏晨不知道 都是什么意思 难道以得圣人实力 连护着自己的性命 都办不到吗 并且一个一个死状凄惨 这算是给自己的一份警告吗 苏晨就这么 将幻境的一幕幕看完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这原始印 似乎是发现了苏晨的抵御 不仅仅是以幻境恫吓 甚至开始动用手段 就像是之前那般 以幻境吞噬苏晨 但他有些想多了 玄天道心觉的锤炼 再加上从静波仙人那里 学来的心境之法 原始印想要吞噬自己 想多了 拉锯之中 原始印不仅没有 结持到苏晨心境 一瞬之间 反而被苏晨将他剥离 原始印这个天地宝物 已经带着一丝灵性 但现在 他的灵性 直接被苏晨所剥离 落于心境之中 原本受到压制的心境 反倒是瞬间向上扬起 原始印想要的那种劫持 反倒是让他灵性剥离 而这一瞬间 苏晨亦是感觉 自己的心境更为清明 眼前的幻境 伸手之间就可以将之剥离 灵性受损的原始印 猛地收回 幻境尽数消散 苏晨再看向其他人 深周各大宗门的弟子 都有些猛 他们应该还在专心 从幻境之中学东西 结果没有想到 幻境突然间破灭消失 不只是他们一脸的猛逼 就连那位印奴前辈 也是一脸疑惑 印身翠绿泛黑 这是原始印受损的标志 怎么会 眼前这位三品唯一尽的强者 也弄不明白其中原因 印奴前辈 供奉原始印多年 原始印受损的情况 他也不是没有见到过 可今日这种情况 着实是第一次见 印身泛黑的程度 甚至可以说是严重受损 这种情况下 原本想要送给在场众人的机缘 只能收回 得知和原始印的接触结束 在场不少弟子都有些不满 辛苦争来的奖励 这才两个时辰不到 但是没有办法 印奴前辈已经确定 原始印无法再驱动 头顶的沙子落下 将原始印收入怀中之后 印奴前辈快速离开 他现在甚至没有闲心和众人解释原因 各大宗门的弟子 也是回到各自宗门的长辈身边 将他们自己的遭遇解释 原始印突遭变故 其实他们也都是不知道其中原因 只能说自己所见所闻 唯独苏晨知道其中的根源 原始印的灵性 被自己夺了一部分 用于强化自身的心境 如此 这天地宝物受损 自然非常正常 在朱明宫等一众长辈面前 苏晨没有去解释 明瑶瑶也一同进入了其中 苏晨随身附和了几句 眼下在这玉盘川里 已经没有其他事情了 再加上苏晨之前和武兰山庄的争斗 双方有些死仇的意思 如此情况下 最好是早些回朱明宫 众人也没有意见 在这玉盘川 也没有什么留下的理由 朱明宫和风雨楼同路 先到朱明宫后 风雨楼的再往北 去到他们的宗门 这次回去的路程 风雨楼早就安排好了 朱明宫现如今的宗门地位 不断攀升 风雨楼是少有 能有正当理由 前往拜访的宗门 这次 自然要借着这个机会 去朱明宫那里坐坐 一路走 徐俊年也不知道是怎么的 像是在和明瑶瑶志气一样 两人还是没有怎么说话 装莫生人 考验来考验去 也不知道考验出了些什么 对于苏晨来说 此刻心里 一直在想其他事情 关于原始印 关于印奴前辈 原始印这件宝物 绝对有他自己玄妙 但这宝物 也绝对有些古怪 他想要别人向他臣服 妥协 按照他所给到的指示 一步一步地修行 在你开始抵抗他的意志时 他开始用恐怖的幻境威胁 甚至开始强行劫持 这些情况的出现 已经能感觉 原始印带着些邪性 对于印奴前辈 苏晨倒也不觉得 他有什么问题 根据景前辈他们所言 印奴前辈这一声位 抵御妖物出了很多力 这份付出 没有人敢去否认 甚至支持玄英大会 对他来说 也并没有什么直接利益 他想的 只是让天下间免受妖患 所以他讨厌内斗 还总是说 要是有力气 都拿去对付妖物 不过印奴前辈倒是也知道 这个世界上 人和人的争斗 永远都不可能停歇 他的所言 不可能让所有人团结起来 苏晨也不清楚 这个原始印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他想要的臣服 到底所求什么 苏晨亦是不敢说自己选择抵抗 就是正确的 或许顺从他 从他那里得到好处 依靠原始印所言的修行提升 会是更好的选择 只是当前遵照自己心头的想法 确实不愿臣服于一个误解 一路上 景前辈他们还比较警惕 苏晨和桑莫渊结仇 五篮山庄的人 行事狂妄 之前有印奴前辈在那里拦着 现在没有了三品强者的阻拦 他们会不会行拦截之事 谁都说不准 不过最后还算幸运 没有遭遇到其他危险 回朱明宫这段路途比较安全 快到朱明宫时 众人便发现了一个奇观 以朱明宫宗门地界为原心 五里范围内还是很清静的 可是在这朱明宫五里外 等待的人一堆一堆的 到处都是 很多荒郊野岭之处 甚至搭建起了屋子 很多人住了进去 为了求朱明宫的丹药 这真是足够展示诚意啊 景前辈这边 比较客气地邀请风雨楼的人做客 他们都不客套一句 直接就答应了 再听说苏晨众人回来 姚文也是放下手中的事情 和苏晨众人简单相谈后 便让众年轻人去休息休息 姚文公主这边 先和景前辈他们聊了聊 询问他们 在悬音大会 有没有遇到些什么麻烦 姚文公主知道 苏晨和桑莫渊有仇有怨 她问请前辈 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其实也是担心 苏晨被桑莫渊那边影响 听到自家公主的询问 几位化境强者 都颇为郑重地点了点头 随之将当时发生的事情 尽数说与自家公主 你们说 苏长老直接偷袭桑莫渊 你确定 姚文眼睛瞪的老大 她这个见多识广的公主 在听到这消息时 都完全愣住了 是真的 公主 你别看苏长老儒雅随和 她要认定什么事情 这决心 旁人根本难以撼动 我们都以为她不会也不敢出手 樊承燕这人的手段 我知道 她也知道 但偏偏就是出手了 甚至于 我感觉当时桑莫渊 要是反应再慢一些 或者她身侧没有均衡在 说不定会受到 伤及性命的伤势 听到景前辈这番话 姚文脸上的神色 愈发的严肃 并且从这些话里 亦是听到了些信息 苏承的实力 好像也比她预想中的 要厉害得多 桑莫渊身份不俗 天赋亦是不差的 能被五蓝山庄的樊承燕 选为青传弟子 武道上的天赋潜力 绝对不一般 可这样的弟子 差点折损在苏承手中 逐步往下相谈 姚文才发现自己知晓的 其实还差得很多 她在看到苏承高超的 炼药技法之后 心里对于苏承的判断 下意识地 就往单道方面想了 毕竟想要达到 苏承现在炼药实力 他们这些自诩天才的炼药师 都已经要花费一大堆精力 去训练提升 可事实上 苏承的炼药实力 就没有耗费多少时间去训练 在姚文皱眉沉思期间 景前辈占了出来 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说了出来 公主 这次出手 樊承晏绝对不会罢休的 她那个人是什么样 我们都知道 武兰山庄 现在本就与我们不合 我们给他们弄了那么多的麻烦 樊承晏这人 恐怕早就想找机会来兴师问罪 她若是发起颠来 不管不顾 整个朱鸣公 所有人都将处在危险之中 姚文皱着眉头 她意识在想此事 武兰山庄所系功法 是一种具有强大恢复力的玄奇功法 樊承晏与人交手 经常癫狂着不管不顾和对手相拼 她根本不怕自己受伤 只求让对手所受伤事 不比自己轻就是 靠着这套迎敌思路 很多人都越来越怕她 逐渐演变之下 很多宗门都开始怕她 公主 我们总不能把苏长老放弃吧 景前辈这话是在询问 但很明显 他是有些偏向的 姚文紧皱着眉头 并没有直接回答 苏承对于朱鸣公的帮助 说是开天辟地也不为过 整个宗门在得到苏承的指点后 完全就不是当初的那个炼药势力 可是直接和樊承晏完全撕破脸 朱鸣公能应对吗 让其他强者去灭掉樊承晏 那这可是博命的要求 谁愿意帮朱鸣公这个忙 求丹药的舞者 都是为了活命 让他们去对樊承晏出手 这还没拿到丹药 命可能已经没了 况且 樊承晏可是化尽圆满镜的高手 是准三品的五道强者 放眼整个晋国 有几人能够将他给灭掉 就算是归一晋的强者 也不敢说自己抬手就能灭掉他 他那般的实力 已经是这方世界的顶层 这也是明瑶要之前说的那些无奈 但要是再厉害 也是依附于其他顶尖强者之下的 在需要求别人的时候 不一定就那么好求别人 反倒是五道强者 还能用些威胁之类的手段 让我先想想 这件事 你们先不要外传 特别是宫中 不要让其他人知晓 苏长老惹到樊承晏的事情 说话这话 姚文先一步离开了 苏承回到自己所住的小院 随之开始收拾起包裹来 路途中耗费了不少时间 现在已经八月中旬 和邱若双信中约定的时间 还有一个月 但路途上要耗费不短的时间 在朱明宫可能休息一两日 自己就要出发前往铜炉城了 风雨楼这边 姚文和几位长老也都去接见了一下 两个宗门本就亲近 再加上朱明宫这边 可是好些弟子都在风雨楼寻求指点 风雨楼对朱明宫也算是帮助良多 这次拜访 姚文和诸位长老亲自接近 也算是对他们表示感激和重视 当然 对于朱明宫高层来说 他们还想了解了解 悬婴大会中发生的情况 听完自己宗门众人所言 再看看风雨楼这边看到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瞧瞧 交谈之中 姚文公主和众长老问得很细致 相关的各种情况 其他宗门的反应 都一一询问得清楚 算是又重新细致 听了一遍当时的事情 夜里 朱明宫高层还宴请风雨楼众人 整个过程中 明瑶瑶的爷爷 也就是朱明宫的二长老 一双眼睛 不时就转过头看向徐俊年 不出意外 他应该也早就知道了 自己孙女和徐俊年的事情 中途还不时提问 询问徐俊年一些看法 一些判断 在明瑶瑶面前 徐俊年这段时间一直很淡漠 好像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 可是在朱明宫二长老的询问下 他可就不敢表现出那种样子了 相谈之间 二长老好像更多了些不满意 徐俊年在风雨楼的这一代弟子里面 实力天赋还算是不错的 反正是不输明瑶瑶的 但对于二长老来说 这想要配上自己孙女还不够 还差了很多 徐俊年的天赋潜力和明瑶瑶差不多 这算补得多少优势 明瑶瑶的身份上 又有朱明宫这个日渐兴盛的炼药宗门相护 徐俊年他们徐家 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武道世家 没有什么抵御 明瑶瑶之前说的那般好 实际上 徐俊年的武道 也不是他所言那样 晋升到让朱明宫依靠的那种武道境界 看起来一时不可能 宴席结束后 二长老才回到自己小院 却发现自己孙女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看着明瑶瑶 二长老叹了一口气 那个谁 完全没有瑶瑶 你说的那般优秀呢 也不知道 你到底看上他哪里了 就算是武道 也和瑶瑶你没有太大的差距吧 二长老这番话说完 还又叹了一口气 他以为明瑶瑶肯定会降 然后各种为徐俊年说好话 可是今日 明瑶瑶并没有如二长老想的那般 爷爷你的眼光或许是对的 三师兄他 其实没有那么的优秀 那么的好 这几句答复 倒是把二长老给弄得愣了好一会儿 你这孩子 今年这次回来 说法完全不一样了 之前提到这徐俊年 不是还说 我们这些恋药师没用不行吗 回过神来的二长老 脸上带着好些笑意 他还就怕自己这孙女 被徐俊年给迷住 很多时候 男女情恋的事情 是说不清劝不住的 这样子 反倒是 免去了他去说教 祖孙俩今晚明显要和谐很多 二长老说话时 也是亲言亲语 不再像以前那般 明瑶瑶将他们几个归中的商量 尽数说给自己爷爷听 对于徐俊年的那种反应 他很是不满 在他看起来 这其实是有些没担当 没勇气的行为 那一瞬间 对于徐俊年的好感 就降低了不少 不过这些情况 若是被苏臣知晓 苏臣反倒是会认同徐俊年的 男女之事 是情而不是生意 或许最初的吸引 是因为互相的优秀 某些耀眼的天赋潜力 但两人既然已经有情 就不要来这种莫须有的试探 苏臣其实也清楚 自己心头的想法 自己遭遇这种试探 或许也会和徐俊年的选择差不多 既然你已经选择了其他人 那就没有必要再纠缠 有些窗户纸本来也没有捅破 那就互相留些脸面 让双方都好看些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对方若是这般 那没有将感情持续下去的意义 瑶瑶 那你现在怎么想 和这个徐俊年之间 明瑶瑶迟疑了片刻 随之抬起头看向自己爷爷 其实这次悬音大会 我看了苏长老出手 他其实在舞蹈上 也有不俗的天赋 最初时 我一是以为 苏长老是一个只会求稳的人 但在玉盘川 苏长老是真的敢对桑莫渊出手 他也是一个很有气势 很大气之人 不像爷爷 你们这些炼药师 这里算 那里算 很多时候 完全看不出你们身上的魄力 年轻人 该冲动时 就得冲动些 明瑶瑶对于苏晨的评价 听得二长老一边笑一边摇头 我的乖孙女 你这是一点没有看懂呀 苏长老是你说的那样冲动 你想些什么呢 二长老朝着外面招呼 让院里的侍从 送些甜点茶饮来 天色有些晚 但他和自己孙女 还越聊越起敬了 瑶瑶 能够在单道上得到些造诣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全是心思缜密之人 老夫在这单道静您多年 这一点还是有些判断力的 单药的炼制 每一步都需要警惕注意 添加药材 更是时机 手法 火候 各种条件的综合汇集 他要是个冲动的性子 这个单道就容不下他 他这次对那桑莫渊出手 明显也是细致盘算过之后 才选择的出手 坐在另一边的民谣 要听到这些 脸上一时露出些疑惑疑虑 他不明白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看到苏晨出手 而且 那可是桑莫渊 武兰山庄的核心弟子 樊承燕的清传 对他出手 还不叫冲动 身侧 扑从已经把清茶和甜点端来 二长老让自己的乖孙女 时间安排 稍稍吃点甜点 听他所言 二长老听了风雨楼众人的描述 亦是从井前辈他们那里听了些情况 最后还有明谣要 讲述整个过程 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二长老心里 已经是有数的了 从应该上来说 苏长老出手时机 选得非常好 第三阶段前出手 桑莫渊就算没有受多大的伤 只要是轻伤 都对他的影响很大 看看这次 桑莫渊连前五十位都没能进去 从理上来看 我们战里战役 谁也说不了苏长老的错 最多只会说他是胆大 说他是冲动 最后再说局势 苏长老现在由我们朱铭公依托 并且他知道自己在朱铭公 是什么身份地位 我们这些人怎么看待他 他心中皆有想法 有比较清晰的认知 若非清楚这些 苏长老仍旧不会对那个桑莫渊出手 你看看你 和苏长老年岁差不多 这心思 真的是天差地别 不计别人分号 听到自己爷爷这么一说 明谣谣好像也想明白了一些情况 如果说真的是冲动 那应该受到讥讽的那时候就还手 可苏臣一直等到了第三阶段快开始之前 之前没有还手 甚至不让皇前辈他们出手 真的就是在给自己出手 获取一个礼法 想到这里 这个明谣谣 也感觉自己之前想得太简单 只不过这次 他也没有再对苏臣那般抗拒 回来的路上 和苏臣交谈时 他觉得苏臣其实也还不错 本来苏臣的相貌 就算是比较俊逸的 讨喜很正常 再加上五到十例上的表现 明谣谣是有那么认可的 爷爷 你之前说和苏长老认识认识 我现在觉得也行 明谣谣这话的意思 其实不是选择苏臣的意思 而是给苏臣一个追求他的机会 他只是对徐俊年有些失望 想要让两人比一比 最后再做选择 听到自己孙女这话 二长老却是有些严肃 谣谣 你别把这件事看得那么简单 苏长老可不是你招手急来 挥手急去的 你现在看得起别人 别人也不一定就看得上你 面对自己爷爷的一番话 明谣谣却是不以为意 若是连我也瞧不上 那他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子 真如爷爷你所言 我还真想看看 他最后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女子 是不是能把我比下去 明谣谣对于自己 还真有这份信心 他的相貌交好 又是朱明公二长老的孙女 武道天赋 在大宗门 可列入核心弟子 同为核心弟子的徐俊年 对于明谣谣来说 都是徐俊年在高攀他 他自认为苏臣能找到的女子 他差不多已经是顶端了 明谣谣的自认为 其实也没有错 只是苏臣对他无异 他就算是再好一些 也没有无用 这件事先缓一缓吧 先看看宗主那边是什么意见 苏长老这次对桑莫渊出手 武兰山庄那边 樊承燕那边肯定要发狂 宫中对于此事 肯定也要给出应对的意见 到时候再说吧 武兰山庄 樊承燕在听闻这件事时 他伸手就将旁边的 一棵巨树给脚断 一个周国的无名小卒 现在竟然还欺负到我樊承燕头上了 莫渊他们呢 看樊承燕这个生气动怒的样子 身边的侍从说话都变得小心 莫渊师兄已经在药堂那边 林医师再给两位师兄查看 好像伤势恢复 还有些麻烦 传达消息的侍从 通报消息都说得小心翼翼 生怕把怒气招惹到自己身上来 武兰山庄在外面 还有一大堆的麻烦事 樊承燕最近都在外面处理事情 收到消息的樊承燕 也是快步往山庄而去 对于自己的徒弟 他本来就宠 再加上这些年里 他樊承燕的凶名越传越广 基本上也没有谁敢去随意招惹他 这也导致樊承燕越来越狂 这次发生的事情 他直接理解为对他的挑衅 心里面都已经开始盘算起了报复之法 事实上樊承燕这一点没有想错 苏晨就是在挑衅他 这次对桑莫渊的出手 在苏晨的盘算之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放眼晋国对五蓝山庄 对樊承燕心头有怨的人多得很 以前大家都怕他的报复 怕他那张狂的行事 但这一次 苏晨先对桑莫渊出手 这些对樊承燕有怨的人或势力 他们会观望 苏晨知道 只要自己能躲过樊承燕的报复 甚至继续给他带去还击 让他再度吃亏 他的那些威名或者说凶名 就会再次破碎 以前是打得一拳开 免得摆拳来 樊承燕若是解决不了苏晨 这报复还不了 他就将迎接摆拳的到来 当各大势力发现 樊承燕的报复其实也就那样 对他徒儿出手 挑衅他 其实也没什么 到时候 不用苏晨去号召 去游说 他们自行都会对他出手 五蓝山庄 桑莫渊正在自己的小院里 接受检查 这已经是山庄里第四名医师 前来查看了 桑莫渊的身份摆在那里 五蓝山庄也得警惕些 慎重些 透过窗户 樊承燕看了看桑莫渊的状态 其实看起来 桑莫渊的状态还行 没有太过虚弱 在外等候着 樊承燕询问跟着 去悬音大会的那些人 从他们那里了解 具体的情况 听着听着 心里也愈发后悔 自己没有跟着一同前往 你们说 那个叫苏晨的 现在攀附上了朱铭公 听到樊承燕的追问 一名护卫上前拱手回答 从我们当时所见 以及从周遭探听所知 这个苏晨 确实是攀附上了朱铭公 并且他在朱铭公那边 看起来 还很受朱铭公这些人的重视 就连朱铭公前来的 画镜强者 在他面前 好像都客客气气的 感觉不像长辈对晚辈那种 这名护卫说罢 旁边另一人 更是站出来接话 樊长老 我这里还收到了一些消息 说是这个苏晨 在朱铭公那边 得了个名誉长老的身份 朱铭公高层 对他的重视程度 高于他们宗门 其他所有弟子 两名护卫的所言 说得樊承燕都直皱眉 脸上意识不解疑惑 这人有那么大的本事 让朱铭公对他这么重视 疑惑归疑惑 樊承燕倒是也不在意 随便朱铭公重不重视 他既然做出这等事情 那该给到的报复 自然就会还回去 交谈之间 里面的医师 也正好走了出来 看到樊承燕 他自然也就知道 自己的说些情况 樊承燕是桑莫渊的 清传师尊 相关的情况 当然得与他说清 如果不是内甲的品质足够 还有君寒帮着一同抵挡 莫渊的伤势 可能比现在还要重 现在的情况是 身体的根基稍有受损 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是用万兴灵丹吞服疗愈 听到这话 樊承燕的脸色更难看了些 已经伤到了根基 医师迟疑片刻 也还是点了点头 樊长老还是得给桑家说一下 这伤并不轻 就算是桑家承担不起 莫渊还能靠他的母亲 万兴灵丹 天才地宝炼制的疗伤灵药 这确实不是普通势力 能够承担的 武兰山庄这边 能够拿到一枚 都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听医师的意思 这是要连续服用 好一段时间的万兴灵丹 和医师交谈完之后 樊承燕这才走进屋里 和自己的清传徒交谈 樊承燕坐在一边 开始和桑莫渊 谈及悬音大会上的事情 桑莫渊的所言 着实让樊承燕有些意外 若非桑莫渊受伤 他其实想责备 自己的这个徒儿的 对付一个大周来的舞者 他竟然会落得这般狼狈 并且桑莫渊的言语之中 似乎还在抬起苏晨 把苏晨说得很有本事 很有能力 他的落败 似乎没有那么丢脸 樊承燕迟疑之间 还是忍不住说叫两句 莫渊 你这次受了伤 为师这种时候 应该说些话 宽慰款你 但你这一次的表现 为师确实说不出什么夸赞的话 你是武兰山庄的清传弟子 是我樊承燕的弟子 他一个穷乡僻壤出来的舞者 根本就不该能入你的眼 被樊承燕这么一说 桑莫渊脸上 也露出一道愧疑 樊承燕的语气 也逐渐舒缓 这个叫苏晨的 很可能是从 靳波仙人那里得到了些东西 莫渊你自己也说了 上次在冥影战场时 他的实力 远没有陷入金这般 靳波仙人留下的宝物里 看来好东西应该不少 寻找他家人的部署继续 把他家人揪出来 逼着他把东西交出来 这阵子你好好休息 其他的 实尊我来处理 樊承燕和桑莫渊说完之后 让他好好休息 而樊承燕这边 他又去探望了一下君寒 这次悬音大会 不只是桑莫渊一人受伤 君寒虽然不是他的弟子 但也是五蓝山庄的弟子 明面上樊承燕 当然也得做做样子 探望时 他一时带着了珍贵丹药前往 比起桑莫渊 君寒的状态要好很多 他的实力更强 能抵御恭喜的能力 自然更强 此外 苏晨当时出手 重点也在桑莫渊身上 最后受伤 君寒的所受影响 当然要小于桑莫渊 在探望过的过程中 君寒还主动提出了 要帮忙 对于苏晨让他受伤的事情 这位君寒师兄 似乎比桑莫渊还要愤怒 樊承燕自然答应 他本来也缺帮忙的人 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 苏晨在对桑莫渊动手之前 其实早就已经想清楚了 樊承燕他们的安排布局 也都在预料当中 接下来 樊承燕他们 应该还会来朱明公 兴事问罪吧 之前和他们相聊 听说桑莫渊的家族 亦是实力不俗 自己这一次的出手 应该对朱明公 也会造成莫大的影响吧 现在就看朱明公 这边怎么决定 毕竟与武兰山庄 与樊承燕完全撕破脸的话 对于朱明公 不是一件好事 特别是樊承燕这种 他发起颠来 是个大麻烦 苏晨现在就等 朱明公高层的决定 姚公主无论怎么决定 听自己最初来朱明公时 姚公主那边 就和自己细致地交谈过 当时姚公主 也就表露过她的想法 对于樊承燕 他们很难 与樊承燕直接为敌 帮苏晨解决她 朱明公能够做的 就只能是在宗门范围 保护苏晨 姚公主当时就说得坦诚 所以这一次 无论朱明公 是否愿意继续护着自己 都能接受 在朱明公这边 休息了两日之后 苏晨这边 终于等到了姚文 找自己相谈 阁楼上 姚文公主欲言又止 还是苏晨先一步开口 打破了沉默 让氛围稍稍变得舒缓一些 从苏长老加入朱明公之后 宗门的实力地位 谁都看得出来 有了明显提升 玉石丹药的技法 现在更是成了 我们朱明公的招牌 这一切 都是苏长老你的功劳 其实听到这里 苏晨大致 也能猜到了些 先说些好话 都是在为后面 不好的话做铺垫 樊承燕那个人 形式癫狂 常常不讲规矩 不讲礼法 朱明公现在的实力 大概率 还没有完全压制他的本事 他随意情下宫中的 一名炼药师 都有可能 逼问出你的消息 所以 我现在的想法是 苏长老 你可能需要离开 朱明公多多 待在朱明公 很可能会让你更危险 听到这些 苏晨很坦然地点了点头 姚公主不敢下决心 保护苏晨 彻底与樊承燕硬碰硬 多方面的讨论 多种条件会合 最终还做出了这种决定 苏晨对此 也没有什么不满意 只是让自己出去夺夺而已 可以理解 没事的 公主 我明白您的想法 想要撑起一个宗门不容易 朱明公看起来 现在一路坦途 实际上 需要应对的问题也还多 我对桑默渊出手时 也都想到这些了 和桑默渊师徒的仇怨 我会自己想办法 将之解决好 苏晨越是好说话 姚文心中越是愧疚 苏长老 你依旧是朱明公的长老 若是需要什么 直接信件中写明就是 宫中寻德 立刻就派人 给你送到约定的位置 朱明公这边 会继续继续力量 会有一日 我们朱明公 将会轻易 将这樊成燕压下去 苏晨点了点头 还比较放松地笑了笑 分开前 姚文忍不住再度上前 其实 有一件事情 我今日 也与苏长老你透透底 在我们朱明公网上 其实还有更大的势力 听到这话 苏晨一时驻足 认真的听着 我这边 会商报上去 看看他们能否出面 由他们护着你 若是可以的话 苏长老 你会安全很多 我们朱明公 现如今 也比以前更有底气 这件事 或许可行 闻言 苏晨再度向姚文公主 致谢 回去收拾好 休息一夜 明月也就可以离开了 对于从朱明公离开 苏晨心里 还没有多少担忧 反倒是更多了几分期待 铜炉城 九月中旬 躺在床榻 苏晨又想起了之前 文华老人 给自己的补饭 双翼凉凉诗念章 似乎是在说 自己和秋若霜之间 结局注定不会很好 可事实是 两人又联系上了 两人的事情 只要互相有益 那还会有什么阻碍 跨不过去 足够坚定 其他事情都能解决 脑海里 苏晨开始想见面时 应该说些什么 想了好多 又觉得 都有些不太合适 想来想去 越想心里越杂 摇了摇头 索性不再去想那些 尽可能让自己安睡 这次在接触原始印后 自己的收获 应该算是众人中 独一档的 其他人顶多 从中学到了修行之道 但自己夺了 原始印的一部分灵性 这抹灵性 亦是让自己的心境 变得比以前更为清明 对于修行时的感悟 提升也很大 一夜过后 苏晨没有带上太多的东西 算是青庄上路 和姚公主 他们败别 而朱明公的高层 很给面子 一起前来送苏晨 一番客套之后 苏晨纵身离开 朝着铜炉城的方向而去 看着苏晨的背影 姚文公主的神色凝重 其中似乎又掺杂着些许后悔 你们说 我们的决定真没错吗 周围几位长老文言 一个个也都眉头皱起 好一会儿 三长老才开口说道 公主 我们现如今对上这樊承宴 肯定会给宗门带来大影响 樊承宴只要宣布对我们出手 朱明公正题 就会变得人心惶惶 苏长老对我们确实帮助极大 但我们现在 确实没办法 两者相比 这已经是最优的选择 何况对于苏长老 我们依旧也是在护着他 我们朱明公没有落井下石 没有做任何不利他的事情 姚文听到这些点了点头 但他的脸上依旧带着些凝重 如果我们豁得出去 愿意拼了命 舍掉一切去护着他 这樊承宴 我们应该也拦得住 挡得了 姚文的话音落下 四长老立刻便出言追问 可是公主 这值得吗 是啊 值得吗 苏承的炼药天赋很优秀 也给了朱明公 御石丹药的炼制技法 朱明公按理说 是应该好好报答苏承 护着苏承的 可是 要去和樊承宴硬碰硬 朱明公真的会损失很多很多 值得吗 姚文也在自己心里 问过自己好几次 苏长老当时敢对桑莫渊出手 他当时也就该想清楚 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 现在这般 可以了 旁边的大长老也出言劝慰 姚公主看着远处 最后还是又叹了叹气 从今往后 我们和苏长老的关系 很难走得更近了 在场这几位长老 似乎都不是很担心 不能更亲近 就不能更亲近了吧 现在这种程度 已经可以了 只有姚公主 心里想到些什么 他似乎是看到苏承的潜力 或许这玉石丹药 并不是苏承最有价值之处 若是这次豁得出去 那朱明公会得到 苏承最诚心的认可 从此以后 应该也会认为 自己是朱明公的人 但这次 朱明公没有选择这条路 世间的选择很多很多 谁也说不准 哪条路就是正确的 摇了摇头 众人也重新回去练药房 日子还得过下去 没有经历 对过去的事情一直纠结 关于苏承的事情 朱明公还得想想应对 就算是苏承离开了 樊承燕肯定还是会来找事 得找个合适的借口应对 如果苏承离开之后 樊承燕还要执意大闹 那朱明公默的选后 也会和他相拼 正如姚文所言 他们这些同属一派的宗门 势力 背后可还有一个类似盟主 画世人的大势力 他们纠结思虑应对之时 苏承已经走了 有一段距离 铜炉城的位置 在晋国的西南方向 从之前的了解来看 晋国的西部 西南部 是武兰山庄他们 那一派的势力范围 像太和宗 朱明公这一派 则是东部 东南部 当然 这些所谓的势力范围 也只是一个大概 并不是说 只要前往那些区域 所有的势力 都是他们那一派 苏承对于自身的安危 也心里有数 晋国太大了 想找一个人 踪迹没那么容易 相比起来 自己在大洲 还会更危险 在大洲 武兰山庄 是顶尖的庞然大物 要是樊承燕过去 他在那边 可以呼风唤雨 任意妄为 但这里是晋国 樊承燕即便是霸道 他也没有胆量 随意去某一片区域翻找 各大宗门 都有自己的秘密 说是要找个人 就去别人的领地里 四处查看 别人不和他拼命才管 所以在晋国 苏承还不怎么担心 自己的安危 反倒是在大洲 京城的阿娘和小妹 会多些危险 自己会尽快扭转 这些局势 只要让武兰山庄 开始日日担心 焦虑了 以樊承燕那样 霸道的手段还回去 阿娘和小妹的危险 也就解除了 现在才8月末 苏承感觉自己 应该能再提前到铜炉城 提前的太多 就在城里暂且住下 等等就是 继续赶路 9月初五 抵达铜炉城 铜炉城周围 山水相连 享有奇山溢水的美誉 一条硬春水穿城而过 更是让整座城市的风景 多了几分秀丽 走在这铜炉城中 好像周围的气息 都要清醒好多 苏承按照信上所言 往铜炉城的西侧而去 在这里 确实有一座清雅的院子 距离9月中旬 这可是还有些时日 才到 在院外来回走了走 不时抬头还看了看 似乎这个小动作 被里面的人给注意到了 院门打开 一位侍女从里面走出 刚开始一脸不悦的她 在看到是苏承后 眉眼瞬间亮了起来 苏公子 您怎么来了 铜炉城这里 可是双姐姐最隐秘的小院 您是怎么找到的呀 说话的侍女 正是那位 一直跟在秋若霜身边的侍女清雅 她看到苏承时的意外 似乎真不知道苏承会来 是秋前辈在信中于所言 这才 听到前半段 侍女清雅已经将院门展开 请苏承进入院子 整间院子的布局 与下官城的那间小院 很是相近 看起来很熟悉 说来 秋若霜应该是很喜欢这种布局 在小院里坐下 清源很快便端 来些清茶和点心 苏公子 您真的是收到双姐姐的信吗 清源似乎还是有些疑惑 忍不住出言追问 不过她和苏承说话时 一直都是站在一侧 作为侍从 清源虽然深受秋若霜的喜欢 但她还是一直摆得清自己的位置 确实是秋前辈所言 不然这禁国地域宽阔 想要找到 可着实有些难 双姐姐还在进行修行 若是没有回应 苏公子可能得在院里 稍住一段时间 苏承点了印下 清源则去院中小屋里去 准备去与秋若霜通报 只是这五道修行闭关 不能随意打搅 清源也只能写下一张字条 递进屋里 等候秋若霜回神时 能够注意到这张字条 可这一次 她才刚刚把字条给递了进去 片刻间门竟然开了 一身淡蓝色鲜衣长裙 质感轻盈而透亮 宛若云霞相知 腰间零星点缀着 又好像多了丝柔和 身形间带着优雅 超沉而脱俗 其他人或许不知道 但清源跟着秋若霜这么久 自是了解的 一般只有很正式很正式的事情 秋若霜才会这般特意打扮 双姐姐 清源看着秋若霜 她的这位小姐 今日真的很好看 但这般打扮 让她这个贴身侍女 都意外无比 嫩嫩地唤了一声 嗯 怎么 秋若霜脸上带着些笑意 也不知道是看着她开心 还是想着其他事情开心 没 没什么 苏公子已经在外面等着 我去做饭 双姐姐你们谈 秋若霜点了点头 随之也转身走进院子 看到秋若霜的一瞬间 苏晨整个人都愣了一下 不自觉地想要起身 再回过神后 又下意识地要坐回去 当脑子里忽然又想到 自己是来做客 主人前来 自己算是客人 还是应该起身的 而秋若霜看着苏晨 想要起身又坐下 又起身 她脸上的笑意更浓 整个人也更好看了 一步一步走近 周围的一景一物 都好像因为她而褪色 至少在苏晨眼里是这样的 一路过来 这路途应该有些远 秋若霜笑着在苏晨面前站着 她此刻的心里 其实也是有些慌 各种想法混淆着 只是比苏晨好不少 还算是镇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